开始 前边已经有七期的内容了 那么这几期的内容是一致的 但是讲授的方式是不一致的 老师也是不一致的 那如果你听过我前几期 抢先学的课程 你会发现 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就是带着大家玩的心态 你凭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去你怎么这个时间就开始学习呢 但是各位 那只是 以前 对吧 5 6 7 8 9 10 11 这几个月份我们可以玩 但是现在已经来到了12月 今天是12月15日 正常来说根据以往年度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课程应该是过半了 但是因为官方教材没有下发 那官方教材呢估计今年还是会有 大幅度的调整 要不然他不能到这个时间点还不出 怎么难缠 一定是有大面积的修改和调整 所以呢 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官方教材 据不可靠的小道消息透露 应该是12月底或1月初才能下发官方教材 待到官方教材下发之后我们会立即开课 今天下教材今天就开课 所以各位同学稍安勿赵 磨刀不勿坎太公 在抢签学这个阶段 先跟刘老师特别是今天和明天的课程 我们先把会计分录要搞懂 那么今天呢 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遍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听课的同学 你前面没啥基础 我建议同学今天听完之后 能够把前面基础课程要补一补 因为会计科目是需要你有基础的 啥基础 借贷 啥基础 资产 负债 啥基础 会计分录 那废话少说 我们用到的书 就这本书叫《初级入门逆本通》 你有你就翻 你没有你就打印讲义 你还没来得及打印讲义的 来 我这有PPT 你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不学了 这个阶段就要开始进行 认真的复习和学习了 来吧 各位同学 如果你有书 把这本书翻 翻到14页 来到第3个模块 我们从今天开始 要根据具体的经济业务 来给大家正式的 去介绍快计分录了 那么之前呢 我们其实给大家介绍过 会计分录 也带着大家去练了一练 我教过大家有三个步骤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 印象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这三个步骤 来 首先 第1个步骤是干啥来的 第1个步骤 我们分析这一笔经济业务 啥多啥少 多了什么 少了什么 有的时候可能 既有多还有少 有的时候可能是俩都多 也有的时候可能是俩都少 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第1步 你先分析 啥多啥少 或都多或都少 好 这是第1步 那接下来第2步 你分析出来之后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资产类的 负债类的 所有者权益类的 成本类的 还有随意类的 因为共同类的 我们初级不讲 好 接下来第3步 你分析出来是什么类别的会计科目 这个时候 如果你前面 分析出来的是多 那好了 这个类别 会计科目 它的增加 是在借方 还是在贷方呢 因为 我们是借贷 记账法 有借必有贷 借贷 必相等 按照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来 那么我留了两节课的时间 去给我们讲第3部分 所以呢 我会讲的比较细致 但是 我得有一说一同学啊 有些时候 你前面没学 你想上来就能够跟得上我这个东西 不可能 天方夜谭 一切另一夜 所以啊 你心态给我调整好的 别动不动的 什么事就往别人身上背锅 刘老师不背这个锅 但是你前面上学了 我相信你 跟着我一步一步往下捋 你能捋得下来啊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业务 2021年10月 小丝瓜与多位朋友共同筹备经营小丝奶茶店 说白了要开公司 奶茶店由8位投资人作为股东投资成立 小丝瓜作为经营者日常参与管理 本年发生融资生产销售等事项如下 我们下边会有具体的一笔一笔的经济业务 然后要求我们去编 每一笔经济业务的会计 答案经营单位 万言表示 来吧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环节叫融资 啥叫融资 各位说白了 弄钱 对吧 你得把钱弄来 弄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你向债权人借路 要么你向银行借 要么你找你 七大姑八大姨 四婶二舅嘛 去借 第二种那就是接受股东投资 我们因为是刚开始初创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主体呢 你连公司都没成立了 这个时候你向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四舅妈二舅妈这种借接不来 怎么办 自己进行投资 那么投资 我们企业投资 它既可以是货币性的资产 也可以是非货币性资产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非货币性资产 我们得有个统一的衡量口径 啥呢 货币化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各位 你老家有房吗 对吧 比如说我在安山 辽宁省安山是100平米的房 大约的价格平均下来60万 如果同样材质 这个房放到北京的东三环 60万 60万你买10平都买不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同样是100平米的房子 价值肯定不相同 那么我们为了可比怎么办 把它货币化 我这么说大家能听懂啊 那这个八位投资者分别是谁呢 有我有石家有刘洋有顾炎有陈硕有小副有蒋老师还有郭文静 就这么八个老师 投资这家奶茶店 看看他都投了啥 来首先说我投资的是专利技术 各位专利技术是啥 专利技术本身你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技术你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所以他不是货币 对吧 既然他不是货币 那我就需要把它货币化 经过评估价值三百万 你看看谁是大股东 你看看放眼望去谁是大股东 米 是不是 所以货币化之后价值三百万 那好了 这个东西你看不到 你摸不着 我之前介绍会计科目的时候说过了 你在脑子当中马上想 这个专利技术如果对应是会计科目的哪一个 能想得出来吗 应该是 无形资产 对吧 看不到摸不着的 没有实物形态的 所以他对应的应当是无形资产 OK 来 三百万 大股东在这 再来 他拿的是货币资金现金150万 但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现金是广义的 不能说把这150万 堆堆到这 他应该是把他的钱 通过他的银行账号 划播到小思奶茶店的银行账号当中 所以他这个直接就是货币了啊 他这个直接就是货币了啊 划播到企业的账户当中 这是非货币 你得把它具有可比怎么办 货币化来 货币化奶茶机价值八十万 封口机价值一百二十万 我严重怀疑这封口机价值虚高 这个以后我给你讲的时候 你记着我们这有个小扣 如果价值虚高怎么办 好 来继续啊 你能够想得到的这俩东西 他叫啥 用到的快递科目啊 你能够想得到的这两个 用到的快递科目 是不是他具有食物形态 价值又比较高 使用期限又比较长 所以我们能想到的 对同学他叫固定资产 所以这个什么奶茶机呀 封口机呀 这都叫固定资产 OK了吗 来我们再往下 下边这四位老师投的什么 牛奶呀 茶叶呀 珍珠啊 还有鱼园 这东西我都不知道是啥 来 各位这些东西 你能够想到它是什么 喝过奶茶吗 那个奶茶奶茶 既要有奶 还要有茶 有的叫珍珠奶茶 所以这些你能够想到 是材料对吧 用到的快递科目 叫什么 各位叫什么 叫原材料 这是你能够想得到的 对吧 这叫原材料 那有同学刚才问了说 这些东西 要不要加二级名系呢 要 要加 但是我们现在初学这个阶段 简单一些 更好 要加二级名系 要不然你都叫原材料 是牛奶呢 还是珍珠呢 还是奶茶呢 还是茶叶呢 对吧 所以要加 OK 来 接下来 这个有同学问我 说这个如果存入银行 叫银行 像您写的这个 是不是应该是库存现金 比较合适 No No 我刚才讲你没听 这是网易的现金 明白了吗 网易的现金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不可能拿150万现金 对不对 即使他给你拿150万的现金 你是不是要存银行呢 你存到银行是企业的钱 那能是库存现金吗 疯了呀 银行存款 明白了吗 银行存款 OK 好 接下来 我想问大家个问题啊 这些东西 原来可都是属于个人 一旦他投到企业之后 我想问你 他还是不是个人的资产了 是不是 No 这些东西 各位 一旦投到企业之后 他就变成了 这个公司的资产 对吧 他就变成公司的资产了 好 接下来 我就想了 我要编块地分路了 对不对 什么多什么少 或什么什么多 什么什么多 或什么少 什么少 对不对 来 你企业的资产是不是多了 多了啥 无形资产 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 原材料 那接下来 马上跟我想 资产多了 那资产增加在哪方 能不能想出来 资产增加 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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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应该是借 各项资产 对不对 我应该是借 来 咱们编揽 你那个书啊 旁边可都有空白 都给你留出来了 所以呢 各位同学 拿出你的纸笔 不用拿纸了 就拿笔就行了 跟我一起来写 编揽 来 第一个 刘老师就叫什么 这叫无形资产 那无形资产增加在借方 我那东西值多少钱 三百万呢 那就是借 无形资产三百 好 石家老师投资的是货币 对吧 我把它存到银行 叫啥来的 叫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这都是资产啊 增加在借方 它那个是多少钱来 银行存款是150万 好 再往下 那个陈硕和那个刘洋 他投的东西叫啥来的 叫固定资产 加一块二百万 你可以分明细合算 好 奶茶机八十万 封口机一百二十万 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简化处理 都把它捏一块 明白了吗 都捏一块 叫固定资产 来固定资产捏一块是多少 是不是二百万呢 对吧 还有剩余的这四位 他们投的是什么 他们投的叫原材料 还是那句话 应该分别合算 原材料茶叶 原材料牛奶 原材料珍珠和原材料育圆 但是 我为了简化处理 咱们刚开始 别一口吃个胖子 是吧 那个减肥不是一天减下来的 吃胖也不是一天吃成的 所以呢 咱们现在这个阶段 咱就简单点 那都叫什么 都叫原材料 好 这个原材料合计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加一加 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加在一块是多少 正好一百万 对吧 正好是一百万 所以原材料一百万 好了 这是我增加的资产 OK了吧 来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那我得贷什么呢 我需要贷什么 有同学 这个一闪一闪的 我就应该是一个大飞翠给你踹飞 无形资产是所有者权一类的快递客们吗 你这是我看到的骂你两尊 让你行一行 这一辈子你都忘不掉 你家无形资产是权一类快递客们吗 同学们你告诉他 无形资产是什么类的快递客们 回过头来 这些东西投到我企业之后 是我企业资产 那同时我什么多了 各位你想象我什么多了 是不是我的所有者权益也跟着多了 对吧 所有者权益是不是也跟着多了呀 那你这个所有者权益是啥来的 我们讲过呀 所有者权益包括什么 什么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本年利润 这五个我都给你讲过了 那你去给我挑 这是哪一个 是不是实际收到投资者投入到企业的资本金 那应当用什么 是不是应当用实收资本 按理说呢 实收资本也得零气合算 要不然我吃亏 我是大股东啊 是吧 那就杠中300 杠加150 杠阳80 杠陈硕120等等 以此类推 但是我还是说 这个阶段呢 咱就简化一些 来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你给我加一加 一共多少 是不是750 是吧 你看好神奇 好神奇 这份入战就编完了 而且各位同学 你发现了吗 你编的不是简单快递分入 你编的是一带多借 这叫复合会计分入 所以我们接受股东出资 快递分入做出来了 借无形资产300 借银行存款150 借固定资产200 借原材料100 带实收资本750 有同学问 为啥是实收资本 不是资本公积或股本呢 往前面听 而且其实我刚才也解释过了 这个阶段呢 你可以问这些问题啊 这种问题我是可以接受的 像刚才那种什么 无形资产老师不是权益吗 这种问题刘老师接受不了 但是像刚才这位同学问的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明白了吗 这个我是要接受的啊 实收资本是企业投到 接受投资者投资 实际收到的资本金 这些都是 而资本公积是你投到企业 超出你在实收资本当中 所占分额的 而那个股本是股份有限公司 他发股票 他用的快递科目叫股本 我们这个不是 我们这是有限公司 OK了 好 这个问题咱们OK了 请同学扣1 这floor你OK了 咱们扣1 咱就说过 有问题 像刚才这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 大家分不清 我可以给大家解释 那个我绝对不接受 无形资产不权益吗 权益增加的代方啊 你后边说对了 前边你说错了 那同学你还在不来 我没有记住你的ID 你还在不来 各位 第一个分路 咱OK了 第一个分路咱OK了 你拿你的笔 你给我往书上写 我都写 你凭啥不写 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写 我都不给你写简称 你凭啥不写 你写一遍之后 你就加深印象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笔经济业务 说向银行借钱 就是你钱不够 说拿那么多钱还不够 不够 你得推过 你知道吧 你得付工资 你得租房等等吧 反正你钱就不够了 不够怎么办 借 这个时候 因为我已经成立公司了 说白了我有主体了 我可以向七大姑八大姨 四婶二舅 三婶 这些人借钱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也可以向银行申请借款 来我们看一下 说因流动资金不足 小思奶茶店在21年12月1日向大金银行借款120万元 款项于当日收到并存入银行 借款机械一年年利率10% 我一个一个给你去拆 来首先第一个借钱了吗 借了 借多少钱 120万 好 我就问你 你钱借来 放哪里 是放银行 你能想到的什么多了 可不可以 你跟我想什么多了 是不是你银行里边的钱多了呀 那叫什么 那它叫银行存款 所以第一步你能想得出来的是你的银行存款多了 好 接下来继续思考 那么你的银行存款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呢 你知道它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那接下来第三步 你就想资产类的会计科目它的增加在哪方呢 哎 你想不来了 是在借包 OK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借方是不是搞定了 那应该是借银行存款120万 来 我写上啊 现在我是相当于手把手 一个人一个给你讲 所以你要跟上啊 难得哟 各位 借银行存款120万 OK 回过头来 接下来我们再思考 还啥多了 货啥少了 你借钱了 借钱了 那你的负债会多 对吧 接下来看期限是一年 我介绍过那个负债叫啥来的叫借款 但是呢 他前面有个叫短期借款 后边有个叫长期借款 我当时怎么说 我说如果你的期限小于等于一年 叫啥 叫短期借款 大于一年 叫长期借款 来 这个我就明确了 他叫短期借款 是不是也增加了 马上想 短期借款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什么类的 是不是负债类的呀 好 继续想 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他的增加在哪方 是不是在贷方啊 哎 你会惊奇的发现 贷方的科目 也有了 所以那应该是贷 短期借款 120万 如果写明细的话 那就是大金银行 120万啊 所以你看 有借币有贷 借贷 币乡等 这份录书就平了 各位同学来 借银行存款120 贷短期借款120 OK扣2 这份录你OK了 给我扣2 但是这些业务没结束 啊 这个你OK扣2 业务没结束呢 我们只是取得借款 下边还有个记忆提利息 OK了 是不是 哎 我是一个一个的给你讲的 接下来 我们要记忆提利息 各位 你算一算 这个利息怎么算 利息就是本金乘利率 来 本 120万 利率 10% 所以利息12万 这个不会赶紧去回去找小学数学老师 可能还建债 活着呢 赶紧去找他去 刘老师不负责这个东西 好 这120万的利息是12万 各位 你告诉我 这12万是一个月的 还是一年的 年利率是10% 所以这12万是一年的 那我想问大家 一个月是多少 那就是12万除以12个月 那就一万 对吧 一个月是一万 那接下来 各位 我们讲过会计基础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我们的会计基础叫什么 叫全折发生制 有印象吧 全折发生制 来 你12月1号向银行借了钱 我请问你 12月份 有没有利息 有没有 有 对吧 但你给不给 不给 为什么 题目当中告诉你了 我是按季度支付的 所以12月份 我是不需要给你利息的 但是 根据全折发生制 属于我当期的费用 无论是否支付 我都要把它记录到当期 所以 这个利息 虽然我没有支付 但我需要 记忆提出来 计算提取 我把它记忆提出来 明白了吗 好 还是这个思路 还是这三步手 我们分析 你这个利息 属于我当月的 它是一项费用 那好了 我们三个费用 一个叫管理费用 一个叫销售费用 一个叫财务费用 你想想 这是哪个费用 我们讲过什么叫销售费用 讲过什么叫财务费用 也讲过什么叫销售费用 对吧 管销财 我都讲过 跟资金相关的是什么费 是不是财务费用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财务费用增加了 对吧 好 财务费用增加 马上想 它是什么类的快递公布 它是损益类的快递公布 损益类当中的费用 对吧 损益类当中的费用 马上想 损益类当中的费用 它的增加在哪方 是不是应该是在借方 对不对 损益类当中费用增加 是在借方的 所以我一个月的利息是1万 那好了 这不就12月份了吗 那我就增加财务费用 借财务费用1万 好 借方我搞定了 来 回过头来 我们还得讲问题 这钱 你付了吗 你没付 你是不是欠人家的 对不对 你欠人家的 所以你的负债还会增加 那增加的叫短期借款吗 足以不是了 短期借款 核算的是你借款的本金 你的本金就120万 而你尚未支付的利息 有个科目叫啥来的 叫应付利息 你看这名写的 你看人家的名写的 就叫应付利息 你没有付的 对吧 所以你的应付利息 也会增加 来我给你方前翻一番 我们当时介绍这个快递科目的时候 有没有应付利息 这个是没有 是吧 所以现在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它是一个负债类的快递科目 它所核算的 是你分期付息 每一期根据规定 应当计题的利息 我用应付利息来进行核算 有同学说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是因为购销 所产生欠人家的钱 那个用应付账款 而我现在是购销吗 不是 我是借钱和还钱 所以这个时候 我用应付利息 好 我告诉你 它是负债类的快递科目 来 负债类的快递科目 你告诉我 它的增加在哪方 马上想 OK 在贷方 对吧 在贷方 所以应付利息 它是一个负债类的快递科目 负债类快递科目 增加在贷方 那么我就应该是贷 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增加了多少呢 也是一万 这一个月不就一万的利息吗 来 有借 必有贷 借贷 必相等 借 财务费用一万 贷 应付利息 一万 OK吗 OK扣几了 扣三 是不是 OK了 得扣三了 各位 这份 OK了扣三了 是不是 不错 一定要跟上啊 同学 我现在是一个一个的借方和贷方替你分析 带你分析啊 你一定要跟上机会难得 我看有同学扣四的 扣四是啥原因呢 是手抖了吗 还是有哪个地儿没听懂 没听懂可以问啊 因为我给大家留两节课的时间来讲这个分路 所以时间还是比较够用的啊 没会的你可以问一问啊 把你的说明打清楚 这也是我们直播客有互动的啊 为啥是一万不是十二万就我刚才你看就是哎呀 我忍好不好我年龄大了我忍着点十二万是一年的利息 而你十二月份只有一个月 你看我给你写上了 十二万除以十二个月 一个月是一万 对不对 你说就是十二月份的吗 对不对 这不叫预提 预提还是没有发生的 你需要把它预提出来 那叫预提 这个实际上你已经发生了 只是你没付给人家 明白的意思了吧 就跟你的工资是一样的性质的 我这个月工资我没付 那叫预提吗 不叫人家已经发生的那叫预提 而非预提 OK 行了 我看差不多了 我该解释的都解释了 人数是按记录支付 我就刚才少写几个字 我们现在叫什么 叫全折发生制 各位啥叫全折发生制 属于你当期的费用 你支付不支付 你都给我进当期 所以你得认真听我每一句话 我每一句话都跟你说清楚了 每一句话我都说得很清楚 所以各位同学 我恳请大家认真接行听课 永恒老师 那个嫉妒支付利息的时候怎么做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呀 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 我们这些就够你用了 这些够你用了 这个如果吃多了 有可能消化不了 OK 差不多了 我看也差不多了 来 还有同学看应付利息下边的字 负债类 我得妈呀 你们是小学毕业吗 负债类的快递通过增加在代方 接下来我们看环节 我不生气 你气不着我 来看生产环节 看生产环节 2021年12月 小四奶茶店开始正式生产奶茶 我就问你 生产奶茶 我当时这些投资者 投入到企业的这些什么茶叶呀 牛奶呀 成本 这个珍珠啊 还有什么女儿 这些东西 是不是得从库房 领到生产车间 是不是 这个事你知道不 说老师这事我也不知道 出去 你没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因为这是生活常识 对吧 我这些东西放在库房里 我生产我得把它挪到生产车间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你想 你认真想 当时我给你举了一个例子 也讲了个快递科目叫什么来的 叫生产成本 叫生产成本 这个生产成本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什么呢 就是生产车间 我给你写上啊 它就是个车间 你就想生产成本 它就是个车间 好 接下来 我把我这些材料从库房 咚咚咚咚咔 挪到生产车间 那我想问大家 什么多了 什么少了 我们还是这个逻辑啊 来多余少我们分析 首先 你能够想到的是啥 你是不是把材料从库房当中领出去了 所以在这我再给大家一个窍门啊 你那个原材料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仓库 入库了叫原材料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仓库 好 现在是相当于从仓库挪到了生产车间 你就告诉啥多啥少吧 有同学说了原材料少了 好 那我就以这个同学说的为准啊 我们的原材料 它减少了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能想到原材料啊 接下来马上去想 原材料 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呢 哎 它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好 接下来马上去去想 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减少在哪一方 减少在带一方 所以我现在能够把带一方的科目给它锁定 就叫原材料 来算上多少钱 十万 十五万 十九万 二十四万 所以我们的原材料相当于减少了二十四万 来 我跟你写上 那就带 原材料 我就不给它明细核算了 咱们这个阶段不需要明细啊 二十四万 你能把这个我弄懂就行 我对你们要求不高 接下来啊 有借币有贷 借贷 币相等 你去想 什么 有变化 刚才我说了 相当于是从仓库对吧 把这材料领到生产车间 那生产车间用到的会计科目叫什么 叫生产成本 好 接下来 我的生产成本 增加 你马上我想 生产成本 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来 各位同学 生产成本 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想想想 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成本 有人说错了 有人说资产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啥叫差距 我让你们写 你们不写 这时候就知道了吧 它是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不是资产类的 马上想 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增加在哪方 它跟资产是一样的 都是在接方的 对吧 所以它的增加 是在接方 那 我是不是接方也找到了 那应该是接 生产成本 24万 说白了 这个分路 你看它是啥意思 把材料从库房当中提出来 给我放到仓 放到那个生产车间 从仓库挪到生产车间 对吧 所以生产车间 要增加 借生产成本 24万 带原材料 24万 别想别的 有刚才 老师不是主营业务成本吗 我当时给你介绍 主营业务成本 怎么介绍的 送你把东西卖了 要转成本是主营业务成本 你现在没生产出来 你就想卖 连走路都没走好 就想跑 还想110米栏跨 趴下 明白了吗 所以你要真的把我之前 给你介绍过的快递科目 他核算的内容 你要脑子里有 当然这个阶段 你弄火了是好事 我能给你解释 上正式的基础进阶班 我可没那个时间给你解释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哎呀 这更有牛者 老师为什么带 借方不是合同履业成本出去 合同履业成本 我讲过吗 你这时候跟我玩合同履业成本 这给你能耐的 来 我刚才跟我说合同履业成本的同学 来来来 我刚才画这东西你 你听没听 我就有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啥 就是同学 总能把刘老师说的话当放屁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你闻到味儿没 你得听我的呀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 从库房挪到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就类似于生产成本 库房仓库就类似于原材料吗 是不是 你得听我说话呀 同学呀 对吧 你得听我说话 哎呀 真替我真替你们愁 还有同学问 原材料是不是可以写个二级明细科目 就是我不想怼你们 但是我也得说 刚才刘老师说了 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不写明细 咱把一级总上科目 弄明白就可以了 至于二级明细 那就是你这些东西都会了 那二级明细就是手到擒来 明白这意思了吗 你信我的 你信我的 好 不解答 解答这没完没了了 有同学说制造费用的后边有 哎呀我今天咋的了 我怎么 我不生气 其实你们问我点问题 我挺高兴的 我挺高兴的 但是有的同学呢 就是不听话 瞎问 我讲的很明白 很清楚 他还问 这个时候真的 你是耽误别人的时间 好了 不跟你废话了 来 这个分数听会了 听懂了 该抠五了吧 还是四 四 一二三四 该抠四了 该抠五了呀 好 抠五 抠四抠五都行 再下个反正是六 这应该是一二三四 第四个分数了 应该是抠四 是不是 反正我看到大家 抠四抠五的都有 不错 不错不错 你得真的好好跟刘老师学 听话 好好跟刘老师学 争取咱们今天 讲的这些分路 你都能够把它吃透 理解到位 好不好 开心 好 来 继续了 继续 开始招兵买马 第二 说这个奶茶店 开始招人招这个招那个 反正招一堆人 这一看就不过写 刘洋老师写的 这个子那子的 小云啊 甩子啊 这个子那子的 反正咱不过了啊 他招了几个人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招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 他的月工资是5000 月工资是5000 工资听好了 我是四月五号发放 啊 四月五号发放 来 各位 我问你问题了 听好了 我这个月的工资 我这个月没发 但是根据全折发生制 我是不是要把这些人的工资 记录到我本月的成本费用当中 这事能听懂不 我认为你是能听懂的 好 接下来 如果我应当进 但是我钱又没有付出去 所以呢 我会形成负债 那这个负债是欠谁的呢 欠职工的 所以接下来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事 就是我欠人家这些人的工资会多 形成负债 叫应付职工薪酬 好 这是我能想到的啊 好 应付职工薪酬 马上跟我想 它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呢 它应该是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马上接下来 这个脑子啊 得0.5秒之内就能想得出来 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增加在哪方呢 应当是在贷方 是不是 这个数字三步法很好用 那接下来 我应该是贷 写在这儿 贷 应付 职工薪酬 一共多少钱 一个人5000 三个人 一万 是1.5万 这会能跟上啊 接下来我们再想 这些人都是干啥的 咱一个一个看啊 它不一样啊 首先 咱先挑点简单的说啊 销售人员 你想 销售人员 他的工资应当进哪里 销售人员 他的工资应当进哪里 要么 是成本 对吧 要么是费用 那你想想 销售人员 他能进成本吗 肯定进不了成本啊 进什么 进费用 哪个费用呢 既然你叫销售人员 所以应该是销售费用 对吧 好 马上想 销售费用是什么类的快递科目 想 它是随一类的快递科目 随一类当中的费用 马上再想 0.5秒的思考时间 随一类当中费用 它的增加在哪方 是不是在借方 是不是在借方 OK 不错 好 借方 咱们有一个销售费用 0.5万 好 再来看 说这个奶茶工 奶茶工说白了 干啥的 生产奶茶的 对吧 生产奶茶的 它属于生产工人 那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这一个产品 它从无到有的过程啊 你这个奶茶的成本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材料成本 也包括人工成本 后边还会讲有精细设备的折旧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奶茶工 它所生产 奶茶的成本 是它的一块工资 换句话说工资是要记录到奶茶的成本当中的 好 接下来 奶茶的成本 是哪个会计科目 这个它是直接 参与奶茶生产的 这叫直接人工 我会发现 咱们现在在互动区域 有同学写的是生产成本 有同学写的是制造费用 我先告诉大家结论 它应该是生产成本 然后我再给你解释 为什么 好 生产成本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你先跟着我的节奏走啊 一会儿我给你解释 为什么不是制造费用 生产成本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刚才我问过 还有人答错吗 我day out看看 还有人写水一类会计科目出去 是吧 还有人写水一类会计科目的 它是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马上讲 0.3秒的时间 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增加在接方 在接方 好 继续没结束啊 咱三个人工资 现在搞定俩了 还有什么 收银员 你说这个收银员 他销售吗 他不销售 人家卖完之后 他去收钱去 那他生产吗 他也不生产 所以他不是生产成本 他也不是销售费用 那他类似于我们行政管理部门 类似啊 类似于行政管理部门 那你告诉我 行政管理部门 这些人员的工资进哪里 是不是应该是管理费用啊 马上讲 国内费用 什么类的会计科目 什么类的 是不是随一类 对吧 随一类的会计科目当中的费用 马上讲 费用的增加在哪方 在借方 所以 它是随一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在借方 你看 借 借 这儿还要个借 借方 仨科目 咱弄出来了 每个人不就五千块钱工资吗 所以这份路 看好了 借 第一个 管理费用 有个收音员的工资 0.5 借 销售费用 你也写 各位同学别懒 你懒你就害自己了 销售费用 0.5 这是那个销售人员的工资 还有个是生产工人的工资 那进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应该是0.5 有借 必有贷 借贷 必相等 借管理费用 0.5 借销售费用 0.5 借生产成本 0.5 贷 应付 职工 薪酬 1.5 这也是一个复合会计分入 一贷 多借 好 这个分入 我讲完了 接下来我解释一下 刚才有同学有疑问的 就为什么这个 它是生产成本 而不是制造费用 记住了 我刚才说了 这个奶茶工 它是直接参与产品生产的 所以它类似于直接费用 记录到生产成本当中 而你们所说的那个制造费用 它不是车间的直接费用 而是间接费用 那说哪些是需要记录到制造费用当中呢 各位 如果是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 我给你写上啊 如果是生产车间管理人员 那么它的工资是需要记录到制造费用 那这有什么原因和道理呢 有 我给你解释 你认真听啊 生产车间 它有可能只生产一个产品 也可能生产多个产品 如果它不是直接去参与生产的 我只是一个车间的管理人员 我站在这我管你们 我不参与生产 那假设它的工资是五万块钱 然后这车间呢 生产A和B两种产品 说白了 这五万块钱也得记录到A和B产品成本当中 这个大家能理解 对吧 所以呢 你看 我这五万我就没办法一次性的进A进B 因为什么 我得分 就如同你家里有500万的资产 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得分一分 那能是平均分吗 未必有 未必有 对吧 有可能是37 有可能是46 有可能是55 有可能28 19 都有可能 还有可能压根就不给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直接给它分进去 那怎么办 现在制造费用的借方 记住 进行归集 就先到我这来 集合 然后我归集结束之后 到了月末 我再从贷方把它分出去 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制造费用呢 它是车间的一项间接费用 它不是直接的 它是间接的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生产工人 生产奶茶的工人 他的工资能不能进制造费用 不能 因为我很明确的 就是生产奶茶的 所以没有必要进制造费用 我直接记录到奶茶的成本 生产成本就可以了 说清楚了 这事我给你解释清楚了 来这个 它让我写记忆体工资 还让我写发放工资呢 还让我去写发放工资呢 销售管理人员的费用进哪里 什么叫销售管理人员 比如说你的销售总监 那也是销售费用 如果跟销售挂钩的 那也是销售费用 你别那么瞎问那些没有用的 为啥呢 因为考试不那么考你 听明白了吗 考试不那么考你 来 继续 他让我去写下月发工资的快递分容 下月发工资 你把工资给人发出去 拿啥发 拿嘴发 像我这 你们看没看过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 有那个镜头 拿嘴发 能那么发吗 那不行啊 画大饼不行啊 你得真金白银的给人发钱 拿银行划款 所以你能够想得到的是啥呢 各位 你的钱会少 我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 不是给钱啊 不是拿那现金去给 因为我们压根也没有提现金 所以你手头也没有现金 那就是银行存款要减少 来 银行存款要减少 我不给你写了 银行存款什么类的 像资产类的 资产类减少在哪方 在贷方 所以应该是贷 银行存款 有同学 你要一会儿问我老师 为啥不是库存现金呢 你就没有认真听啊 你手里有钱的 你钱在哪呢 在银行呢 你提现了吗 你没有 所以贷银行存款 来 接下来再跟我分析啊 借方是啥 你把钱给人发出去了 你告诉我 你还欠他们钱吗 你还欠这波职工的钱吗 你不欠了 所以你的负债会减少 哪个科目呢 在这呢 应付职工信仇 所以你的负债会减少 那么负债减少在哪方 借方 所以那应该是借 应付职工薪酬 1.5万 注意啊 这个是12月份的会计分数 这是次年1月的会计分数 这俩不在一个月啊 这两个不是在一个月份的 这是12月份我记题的 这是1月份我发放的 听懂了吗 来 这俩分数听懂的 扣5 5 这俩分数听懂的 扣5 我跟你讲啊 你市面上你去找 你也找不出来 一个借方 一个带方去给你讲的 我讲你听不懂 不是别人讲你能听懂 是因为我跟你讲一遍之后了 你过一段时间再听别人的 你才能够听得懂 你过一段时间 你不听 你也会 刘老师就有这种自信 就有这种自信 所以各位 这俩分数 一个是12月份的 一个是夏年1月份的 最后一句记题发放 啥意思 啥叫记题发放啥意思 这是记题的分数 12月份的 这是发放的快递分数 俩嘛 一个是叫记题 一个叫发放 哎呀 我想了以后考初级 跟国家提个建议 提个啥建议呢 就是在考初级之前 得看看你这个学问 是不是真的 我感觉有人要么是故意的 要么就是真的真的是骗人的 行了呗 过了啊 我倒不生气 有人他就是故意的 博 博眼球 博观众 希望老师点个他名 我这是 东挪西展 给你们展成两节课 原来就是一节课 讲这些东西 把这些分数都讲完 但是我现在是两节课 所以我有时间给你扯一扯 有时间给你答一答 好不好 继续了啊 来 第三 第三是 哎呦 这可有点难度了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他怎么说 说这个奶茶店啊 本月发生固定资产 封口机和奶茶机的折旧费 3.5万 那个专利记忆数叫无形资产 它的摊销是5万 具体的数字怎么来的 等以后跟你讲 我们学那个基础进阶班的时候 我跟你讲 接下来 各位同学 还有十分钟 咱争取能给他讲明白啊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析个问题啊 你想一想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一部手机 当然这不是手机啊 假设 这是一部手机 你花5000块钱买的 我就问你啊 你买完之后 不考虑别的啊 这手机过一个月之后 你再卖出去 你已经使用了 还值不值5000 各位同学 还值不值5000 肯定不值了 为什么 它会有折水 对吧 它会有折水 所以一定会有什么 折旧的 所以对于固定资产呢 我们需要按月来记题折旧 因为固定资产 你是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 所以我们用折旧这个字眼来体现 那接下来再说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比如说这个专利技术 它的有效期是10年 假如说它的有效期是10年 你告诉我 10年是几个月 10年是120个月 那就相当于我用一个月 这无形资产就少一个月 对吧 用一个月就少一个月 它也有点类似于折旧 它也不值那么多钱了 也在一点一点的折损 只不过我们不用折旧 因为它看不到摸不着嘛 我们用什么 用摊销 用这个词 用摊销 好 这俩事咱们先搞定它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 这个折旧是一个月的折旧 但是以后每个月 你都需要提折旧 所以我们用到的会计科目 叫累计折旧 前面加俩这 用到的无形资产的摊销的 会计科目叫累计摊销 所以对于固定资产提折旧 我们用到的会计科目 叫累计折旧 无形资产提摊销 我们用到的叫累计折销 好 这事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 这俩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呢 我首先告诉他 这俩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那各位 你马上去想个问题 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增加 你提折旧折旧费数不要增加 你提折销 折销 什么也要增加呀 好 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增加在哪方 在借方吧 对不对 那这里有个问题呀 各位 你的固定资产 比如说来的时候200万 你是不是提折旧 越提它的价值越少 你不能越提价值越高 说我这个设备来的时候200万 我提一年折旧变成220 再提一年折旧变成280 再提一年折旧变成360了 不可能 因为折旧是越提越少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想 我怎么能让它减少 资产的减少在哪一方 减少是在带方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说累计折旧 累计胎销是资产类的快递科目 它增加应该在这一方 有备常理 所以各位 你记住 它是资产类的快递科目 背底科目 啥叫背 在你背后 当然这是个谐音梗 在背后 理解你价值的这么一个快递科目 在背后 当然这个背 是备用的背 它不是后背的背 我是为了大家好理解 谐音梗 就在背面 背后 偷摸摸的 去咔子你 偷摸摸拿小刀 拉你 一点一点 把你价值往下拉 所以 既然是在背后搞的鬼 那 它就相当于是资产的另一边 它就相当于是跟资产作对 好 既然是作对的状态 你的增加在这方 那 哥的增加 就在代方 我这么说 大家能理解资产类的背底科目 它的增加 要跟资产相反 你才能抵 要不然你怎么去抵 对吧 是不是 你想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的左拳 这是我的右拳 你拿你的右拳去打左拳 如果我想抵抗 是不是我的劲儿得跟你是反的关系 是这种关系 对不对 如果我抵抗 我往这边走 那叫抵抗吗 那不叫了 既然想抵 那一定是相反的关系 我的天哪 我太神奇了 我能发明这种东西 看 这么走 你要抵抗它 你就得往这边来 要不然你怎么叫抵呢 所以你看 优秀 所以背底科目 一定是它增加的另一方 你资产增加不在这一方吗 那好了 搁的增加在带一方 这事儿我说清楚了吧 优秀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有共识 你也可以自己比过 身边没有人比过 身边有人千万被比过 有可能人把你当精神病了 好 接下来继续 既然增加在带一方 那这带一方 这两科目就搞定它了 叫啥 叫累计折旧 多少呢 三万五 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叫累计 贪销 是多少呢 是五万 所以你看带方这俩科目 咱们就出来了吗 我告诉你 它是资产类的背底科目 所以增加在带方 带累计折旧三万五 带累计贪销 是五万 OK吗 这个带方科目 OK 带方科目OK了 来继续 介绍 这是核心 我要介绍啥 你这东西干什么用的 我就问你啊 你这东西干什么用的 来 你这东西干啥的 你的奶茶机 你的封口机 这是你生产奶茶 要用到的机器设备 你的专利技术 它不是说话的专利技术 它一定是生产奶茶的专利技术 刘老师有这个专利技术 在奶茶里放点这 放点那 这个比例一条 我的天哪 这个奶茶真的世界第一 No.1 所以它一定是跟生产产品相关 那接下来这里就有问题啊 我们机器设备的折旧 包括对应无形资产生产产品的摊销 应当是记录到产品的成本当中 这个事情各位同学 你能不能理解 各位 你能不能理解 我的折旧费 我的摊销费 要记录到我生产奶茶的成本当中 这事是不是可以理解 好了那如果是进生产奶茶的成本当中 那应该借什么呢 看好了你要跟上啊 我的奶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那个成本在哪个坑木 你给我认真听啊 是不是生产成本呢各位 所以那应该是借生产成本八万五 看好了 你给我认真听啊 一定要认真借生产成本八万五 带累计折旧三万五 带累计折旧五万 平了 没啥问题 但是各位 这局限在我只生产单一产品 我就生产这么一瓶 一个品种的奶茶 肉都烂锅都是我的 还是那句话 你是独生子女 你爸花的每一分钱 你妈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在花你钱的 但是各位 假设你不是独生子女 你爸花的钱和你妈花的钱 就不是都是在花你钱 而是花你们共同的钱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企业不会生产单一产品 听明白了吗 它不会生产单一产品 那你如果直接把它进生产成本 很显然 就直接把它进某一个产品成本 这不对 应该是大家去分 那这就引申出来 刚才有同学问我 这个制造费用是怎么回事 我给大家解释过了 对不对 讲这个的时候 我讲过什么叫制造费用 所以我们的机器设备的折旧 包括无形资产生产产品用的 它的开销 应当是先进制造费用 你看这个讲课是有过程的 这是便于你理解的方式 我上来说制造费用 你是不理解的 明白了吗 而且我给你举的例子 这是你爸花的钱 这是你妈花的钱 你家里就你一个 那就进生产成本 没得说都是你的钱 明白了吧 但是现在你有兄弟姐妹啊 那咱得先归基金 然后到月末咱再分一分 我这么说 大家能理解了吧 能理解了吧 所以各位 借制造费用八万五 代累计折旧三万五 代累计贪销五万 我跟你讲 最好理解的就是这种方式 就是这种方式 好 没结束各位 没结束 我这个月的制造费用有多少 咱们往前翻一翻 这儿有八万五 对不对 咱们往前倒一倒 这场有吗 没有啊 这是生产成本 消费费用 管理费用 对不对 没有制造费用 再往前倒一倒 来 这有没有 这也没有 看到了吗 也是生产成本 再往前倒一倒 看看有没有 这也没有 第一笔呢 第一笔是接受投资者 投资者也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月我的制造费用 只有多少 只有这八万五 各位听好了 没有特殊情况 制造费用 期末 要转到生产成本当中 制造费用要转到生产成本 怎么转 你借方来的时候 八万五 我从贷方转出去 那就贷制造费用 借什么 借生产成本 注意听好了 我要给你写出分路 然后给你解释 借生产成本 我这个月一共就八万五 然后贷 制造费用 八万 听好了 我为什么直接把它 进入到生产成本 因为它也是我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只不过我相当于在制造费用当中 先规及 然后到期末 我再分配 碍于我们只生产单一产品 所以肉都烂锅里 你家里所有的钱 别管你爹和你妈花 都是花你钱的 所以最后都进生产成本了 但是假设 听好了 我假设 我有两种产品 分别是A和B 这个时候 你制造费用 你往生产成本去转 你能直接转A8.5 货币8.5 货币8.5 货两家平分吗 足以不能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分配 这也是我们带到基础进阶班 讲第七章 我这快递要给大家解决的问题 假设A分的是4万 B分的是4万5 加这一块也是8万5 只不过我们这个例子很简单 是不是 咱们就老个一个吗 咱不就生产这一杯奶茶吗 就这一个品种的奶茶吗 那这都是你的 所以制造费用到期末没有特殊情况 要把它转到生产成本当中 接下来还有个事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的生产成本 其实你发现了吗 有三部分构成 哪三部分 第一个是你的材料费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直接材料 啥叫直接材料 各位 不就是直接生产产品要用到的材料吗 这叫直接材料 第二个呢 我生产只有材料不行 得有人 人得发工资 那这个人 各位在车间里和两类人 一类是工人 一类是国内人员 我们直接参与生产的这部分人员的工资 我们把它叫直接人工 它也要记录到生产成本当中 第三个就是我们期末 要截转到生产成本当中的制造费 所以这个制造费 说白了 它是过路财神 现在你这进行归集 归集结束之后 到月末的时候 我再把它转到生产成本 为啥不直接进呢 因为我企业不是生产单一产品 我这一个车间 我可能生产A 生产B 生产C 那么制造费用也是车间的间接费用 明白的意思了吗 比如说车间的水电费 车间设备的折旧费 车间国立人员的工资 它是为整个车间服务的 而你的车间不是单一产品的生产 两种三种 所以我先归集 到了月末 我再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进行分配 我说清楚了吗 有同学问了 那为什么刚才那个份诺不写成借累计折旧 累计它要带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呢 各位 这个同学问的挺好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能那么做 首先 第一个 你这份诺本身就是个奇葩 我不讲你份诺的事 我讲讲 为什么不能带固定资产和带无形资产 我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非得弄个背离出来 你直接带固定资产 带无形资产就省事吗 对吧 为什么 来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 各位 比如说我们的房屋建筑 一般 是不是用3年5年就没来 不是的 20年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不对 对吧 假设我的固定资产就是这个房屋建筑 别跟我杠 谁杠谁就ETC 我给你解释这个意思 你能听得懂就行 比如说这房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1500万 我当时花1500万买的固定资产 那预计我可以使用50年 咱别的不考虑 那你说一年我得折就折多少 那就除以50呗 对吧 应该是30万 我就一年提折就提30万 这个没有啥问题吧 我们不按月来 我按年来 好 你一年提30万 假设你直接从固定资产上往下减 一年减30 一年减30 来 减10年 你这个固定资产现在还剩多少 是不是剩1200 这个时候 我想问问你 来 小赵小王 小李小赵 我不管你是谁 你给我看看 当时我买这房花多少钱 10年咯 各位同学 10年咯 如果你直接从固定资产下 给我往下减少 直接从固定资产往下减少 这是我问你固定资产 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你能直接找得到吗 你找不到 因为他账上只有1280 所以得怎么办 你得往前倒 倒 倒10年前一看 1500 但是如果说我不动它呢 我专门弄个背底 我减30 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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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问我 小赵 那个固定资产当时多少钱买的 我一看总赞 1500 说现在还剩多少钱 我一看折就300 1500减300 剩1200了 是不是更加清晰明了 我们快递要提供的信息 要清晰明了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所以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去减固定资产 而是弄个背底坑的最根本的原因 要不然你账上就没有它的原值了 说清楚了吧 好 差不多 原来如此 可能别的老师没有给你讲过 为什么要弄这个东西 只知道是有 对吧 为啥呢 水是有缘的 树是有根的 准则这么规定 其实是有内在原因的 好了 各位同学 咱今天压长了 实在抱歉 压了时间比较长 我们已经压六分钟了 好不好 已经压六分钟了 各位同学 我们没有讲完 我们没有讲完 下节课来就明天 对吧 就明天 我们下节课来 还要把这些分路系统的 好好的给大家捋一捋 今天下课如果哪个分路 你没有理解到位 我建议你趁热打帖 赶紧去听一听回报 一会儿我们就会生成回报 一定要趁热打帖 好不好 来 这个趁热 是不是这个趁 是不是这个热 是不是这个打 是不是这个帖 是不是趁热打帖 是不是这几个字 各位同学 来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5日 各位同学 我希望你好好跟我学 咱们争取二年拿证 好不好 各位同学 趁热打帖 一会儿 今天的作业 就是把你刚才这些快递分路 自己独立的再去做一做 写一写好不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学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明天晚上七点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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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